欢迎们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宁都篡军为最高峰 从干完会议开始 一路走到宁都会议 在以周恩来 任毕石 向英等人 组成的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 秉持着上海临时中央的预旨 他们视毛主席为最大之障碍 非以最后处置而后快 领度会议开完后 他们使命达成了 毛主席曾经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的 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实际的领导职务都被罢出干净 毛主席不再是中国军委的政治部的主任 不再是红军的总政委 不再是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 不再是前线前提委员会的书记 最后给毛主席只留了两个虚指 一个是中华苏外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一个是中国军委的委员 更不用说中国军委的主席副主席了 中国军委副主席 王家强和彭德怀同志都是毛主席的领导 陈毅后来说过掏心窝子的话 他说呀 他说宁都会议 毛主席遭受的是污辱和羞 因为那帮留学生们看不起毛主席 陈毅说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侮辱冤枉和虐待的人 他被彻过职 受过党内审查 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 蒙受耻辱 被诉到后方休押 没有人去看望的 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就到了这个份上 那么 搬除了毛主席这块大石头 最大的障碍移除了之后 这王明的左倾教桥主义路线 就开始在中央苏区 横行五计了 他们就开始胡来了 直到最后 把整个的中央苏区 全部 丢掉 整个的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 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差一点就葬送了那场中国的革命 他们的胡闹里面 甚至包括 他们决策长征的时候 差不点没不带毛主席走 差不点 就没让毛主席随着中央 红军一起出发 这个决策红军长征呢 是四个人决策 中共的六届五中全会之后 选出的那个中央书记处 或者叫中央常委 四个成员当时 一个是伯谷 一个是张文天 一个是周恩来 一个是向英 这四个人 是在1934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这围角打不破了 五四反围角就打不破 就知道他们不行了得跑 三四年五月份 这四个人在一起私下里就商量 要跑 然后给共产国际打了电报 抢时 一个月以后 六月份 共产国际回电 没反对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 这个 实力送红军 而在他们决策 这个这么重大的战略转移的时候 这个决策的时候 竟然一开始 没想带毛主席走 对此 这个红旗飘飘 曾经出版的那些红旗飘飘 各期 摆扰这个问题的时候 形成打的一个共识 就是他们他们想把毛主席都留在江西 那么大家的共识 就是如果毛主席留在江西 那不到结果会什么样的 那一定非常非常惨了 是不是 你看看向英和陈毅 他们的遭遇 这三年南方游击战的遭遇 毕竟还最后还活下来了 这几个人 绝大多数人 都没能 看到三年以后 国公合作 变成新四军的一员 当然了 也有朋友最近这些年 脑洞大开 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 就说如果当时他们这个决策 就不带毛主席走的话 那么可能有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红军 中央纵队 就共产党中央和这个中央红军 过了湘江 四到方有天过完湘江以后 弄不好就在贵州或者湘南 某地就全军覆没了 他把一个个都被捉去杀了 很可能 但与此同时 人在江西的毛主席 可能又重复了一次1927年的创业 把江西的这场革命之火 又熊熊的点燃 又开始呈现燎原之势 也未可知 我觉得这个畅想 甚和我意啊 饱含着对毛主席的热爱 无限的崇拜与信仰 毛主席就能干出这种事了 就这种伟大的事 非就毛主席能干得出来不可 毛主席跟着长征 中国革命 才有了最后的成功 把一场狼狈的西窜 就变成了 这个豪迈的一场禁军 毛主席要没跟着长征 那么你这边可能彻底失败了 但是毛主席留在江西 又点起了点燃了新兴之火 又开始呈燎原之势 完全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毛主席就从来 你打击我就打击我 你批判我就批判我 我毛泽东是对的 毛主席从来没有屈服过 毛主席这个人最伟大 为什么伟大 他无数的伟大 其中有一条 我曾经在时帅时说的 我们曾经说过 你看看毛主席的一生 包括这个两年多 从领夺会议开始 一直到尊医会议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你要从干燃会议算起来就更差 毛主席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被打击和打压到那种程度 一直到尊医会议 毛主席付出之前 谁听说过毛主席做过一次检讨 在这个中央档案馆里 谁能查到毛主席的历史上曾经留下一个字的检讨 什么时候说过永不翻案 从来没有过 不仅如此 他这个是被打击最这个这个应该说最难受的时候 最暗无天最黑暗的日子里头 路过大摆地的时候还想起当年熬战级 想起自己都拿着枪上了 毛主席一生几次摸枪 大摆地最后那场决战 没有大摆地那场胜利的话 那那那那那那红四军下刚下山不久 那那命运就不好说了 最后打赢了 抗和固战场 毛主席还能唱出了大摆地 那让毛主席那首词 赤城黄与青篮子 谁迟彩练当空武 雨后赴斜阳 观山阵阵仓 当年熬战级 淡洞前村必装点此观山 今朝更好看 这是毛主席在自己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面 写的最豪迈的最浪漫的一首词 就是那个时候 最黑暗的时候写的那么浪漫的一首词 菩萨漫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完全有那种可能 当然了 到最后人说人说评价博谷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新帮线啊 说博谷历史有一条有一条历史攻击不能抹杀就是就是他是中国中央林总负责呀那是六届五中全会正式选举他是中央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的总负责排名第一呢 这个这个当时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那时候叫中央书记处台序 这个这个博谷是第一位的王明还排第二位呢 啊 这个名单按排序 博谷最大一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到最后的转转反侧 计管决策 一开始也说不想带毛主席走 但临走临走的时候还真就 博谷提出了 说还是要带毛泽东走 人说这是博谷 在长征前后啊 自从矛头小的 他在掌握了中国中央领导权之后啊 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哈哈哈哈 哎 嗯 毛主席从此啊 就开始了他两年多啊 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嗯 近况我们说说毛主席从来没有放弃过 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伟大的品质 意志啊 就彻底的显露出来了 你想那个时候 那九死一生 多少人呢 多少人啊 最后忘了自己的所有的初心 是不是啊 多少人忘了自己曾经的誓言了 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啊 失败了之后 陈独秀都脱了党 这个党是他建的 他都脱了党 那天我们说说向中发有人说的叛变了 有人说没叛变啊 但是啊 这个向中发这个这个这个人生的结局肯定是不很光彩 是吧 你像 罗张龙 他跟毛主席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湘江判罪 啊 一气风发的罗张龙最后不也都 也都属于叛了党了吗 张国操啊 到国民党那头去 当了一个他妈小特务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跑到武汉 装上来追他追到武汉 追到武汉 他送到旅馆里头跟他谈了 忠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能叛党的 这党是你建的 你你参与建这个党了 你怎么叛党呢 是不是啊 张国操去 这曾经都是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 甚至这都是当初毛主席的顶头上司 张国操都做过毛主席的顶头上司 张国操在建党支出书党内的地位比毛主席高啊 但是 历史失眠镜子 最黑暗的日子里面 最艰苦捉绝的岁月 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伟大的意志与品质 毛主席坚持过来了 挺过来了 不仅创造性的领导了中华苏埃共和国的政府工作 包括经济工作呀 包括什么政权建设呀 为甚至都为后来的新中国国体啊 等等制度建设都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啊那时候中华苏埃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啊 然后这个你看毛主席那时候想踏踏实的到什么时候 毛主席这个人做事一步一个脚印那经意秋经真是让你受不了的 那么艰难的岁月你看他写的一些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之息啊 这全面之用心 你叹为观之我们后人真是叹为观之 毛主席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 做出的那份那份的事业 没有毛主席对中华苏埃共和中央苏埃共和国经济工作的那个创造性的领导 怎么可能有你共产党长征的时候一路用的钱都是谁的钱 全是毛主席送给他们的 交给他们的 毛主席打张州 尤其打张州 领着林彪他们打张州 那是最大的那真是人家从拖天富贵啊 缴获那些金桥啊什么银元的什么 那时候这个这个毛主席的大地的毛泽民不在 这招肃去管经济和金融工作贸易啊什么 后来决策长征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他妈的共产党中央 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毛主席找的毛泽民把所有的东西全纳不到中央统一管理去 并且全分散到各个军团让全军啊主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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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包括中央的直属 直接掌握了大批的他们曾经的这些脚活 财度了最艰难的岁月走完了长征路 毛主席真是把他自己的这一生 确实都是贡献给了这个党 这个国家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明都会议明都会议明都会议后来是做了结论的做了历史结论的 严安整风的时候清算盲名左倾路线在严安整风的时候啊 明都会议前后批判过毛主席的一些领导人都陆陆续续的做了检讨 这个并不是说当时的时候批毛主席批的这个这个 明都会议在会场的人民博谷那时候他没来的张天他没来的 在会场里比如任毕石 任毕石当年反对毛主席反的很惊喜 后来任毕石拥护毛主席拥护的也非常之热烈 要不齐大的时候你像他严安整风的时候你像任毕石曾经做亡名路线的时候他是一度干将 最后为什么经过严安整风的时候任毕石还成为中央五大书籍 毛主席这个人在对待同事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真是光辉的干部政策 你看毛主席这辈子 还是那句话他有过一个私敌吗 没有 任毕石这样的人最后都用满的 五大书籍之一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任毕石严安整风时就开始检讨 一直到这个这个七大召开的前夜六届七中全会上任毕石做了一次集中的检讨 四五年四月份的时候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任毕石 承认宁都会议的时候自己批判毛主席是一时的宗派活动 这性质定性了 看着好像这个一时的宗派活动好像没有什么 不论宗派活动的党内要承认宗派活动 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了 任毕石也是光明磊落的一个人 承认了一时的宗派活动 当然了 检讨更多的关于宁都会议 检讨更多的人是周恩来 因为事实上 从干南会议到宁都会议 尤其是宁都会议 从提议开宁都会议 一直到宁都会议全过程 第一阶段中然说没参加 第二阶段参加的时候开始做主持人 但会议的重点都在第二部分 我们说周恩来是完全秉持了 沙海力士中央的意志 就是要搬掉毛泽西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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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大石头 就是要把建设建立建立开创 红军和苏区的这个最大的共产党的 最大的功臣打下去 然后好让他们横行无际 我说周恩来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所以这是周恩来 他后来曾经多次多次说过 是他一生中的罪行之一 是他的曾经的放过的罪之一 他自己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 做过的事情用罪或者罪行来概括 你就可以看到两东西 当初他们做的事做的多么的绝 错上了天 差点为葬送中国革命 第二 可见周恩来 对于自己在其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 我认为周恩来的检讨是很真诚的 因为他不止一次的检讨 他一直到去世之前的时候 一直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批林整风啊什么的 913事件之后什么的检讨的时候 他还念念不忘提年龙会议 下次我们接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